早晨,今天是2024年2月15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天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光大政券,国际政券策略师吴礼言 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Kenny,今天大事有什么焦点? 没错,Wendy,各位观众大家好 先和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在农年身体健康,农麻精神,财源滚滚,农藤苦药 最重要是买什么,常升常有 见到今天是年初六,开市第二天 今天的焦点将会是港故在昨日反弹过程当中 今天可否延续一个升势? 因为始终恒指是逼近晚六点 这个心理关系,大家不妨重点关注 观众朋友,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或者有心得上交流的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我们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日做好的,纳指升超过1% 市场消化了,美国通胀以外强劲的消息 美股回升的 道指收市升151点 收报38424点 升幅0.4% 标指重上5000点 收市升47点 升幅1% 纳指上升1.3% 收报15859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升3% 欧洲股市就是靠稳 焦点科技股普遍做好的 Metta和Tesla升幅超过2% 另外Amazon升1% 资料显示,公司创办人贝索斯 沽出2400万股公司股份 套现超过40亿美元 NVIDIA升2% 市值一度超过Google 成为美股第三大市值公司 收市就是报739美元 再创出力士新高 网约车平台LIFT 今季的盈利预测就是理想 股价升3.5% Uber宣布打算回购最多70亿美元股份 股价都上升1.4% 2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 方网股ADR 普遍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美团港股上升5%後 ADR再比本港收市高出1% 阿里巴巴比本港收市高1% 下星期公布业绩汇控 ADR比本港收市高超过1% 折合61.44% 看看亚太区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现在组短 跟随美股做好 升埋近百分之1 最新升超过300点 最新报38,061点 首二综合指数都是向好 最新升7点 星尼普通股指数升70点 新西兰硬10成份股指数向下 最新跌17点 看看美股的情况 美国上个月的CPI就比预期高 10年期债息升至4.2-4.3水平 拖累美股星期二时是向下的 最新数据看到 预期5月减息的几率 只剩3成左右 预期6月减息 由5成左右 美股继续在高位上落 新债王江拉克警告 传统股值指标 包括市盈率和市涨率 都预示股市股值已经过高 好像2022年初 雄市到来前的情况 现在看到 美股继续在高位横行 现在大家都是看着美国的减息部分 Kenny 你们又怎样评估 美国的减息会何时启动减息 会是5月6月 还是会再后一些 没错 近段时间随着美国的经济数据公布 大家对于美国减息的预期 其实也有所波动 但是我觉得 其实始终 就算在去年的12月份开始 我们对于今年美股减息的时间表 其实一直都是维持着在6月份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重回近段时间 就是美国整体的经济 再加上一个通胀环境 我预计到6月份 有机会是美国进入减息 就是最大的概率的一个月份 包括从过去 过去20年 那么多次 美国由结束加息去到减息 中间所经历的时间点 亦都是预示着最大的机会 有机会是6月份 那当然这个是大趋势 随着每一个月不同经济数据出来 每一个数据的强与弱 或者好与差 都会导致到投资者对于减息的预期 会往后退或者向前退 但是我觉得 每一次的数据 其实大家就真的未必聚焦得这么详细 反而真的从一个趋势去看 有机会对趋势会有更大的把握 到现在为止 我看到在CME 即是利率期货 都反映着市场 暂时就预计6月份 有机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月份 那之前其实最大的概率 一开始是由3月份 是 后来就退到5月份 那现在就退到6月份 我认为6月份 始终有机会比较大一点 我暂时都是维持着这个观点不变 是的 其实美股的情绪 很受着那个 拾口走势的牵动 没错 现在看到美股持续乐观的情绪 你觉得那个情绪 是可以乐观持续到什么时候 其实应该我觉得 整个2024年来说 环球股市或者美股的乐观情绪 我觉得是维持着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哪怕现在三大美股指数 在高位出现一个整固的情况 但我自己认为 美股这一轮的大周期升浪 其实是未结束的 怎么这么说呢 首先近段时间 虽然指数是因应着一些企业业绩 而有一些波动的情况 但如果大家从一个宏观环境去看 我们看到 无论大家说现在美国经济强 中国经济弱 或者说美股强 港股弱 怎么也好 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事实就是 今年2024年将会是环球一个放水之年 首先大家预期 今年年中的时候 美国有机会进入减息 而现在本身 中国已经是一个比较宽松的周期 再加上再之前的时间 其实南美洲部分国家 已经提早减息了 所以我自己相信 今年在环球资金的流动性方面 有机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宽裕 或者充足 至少在今年上半年 大家有这样的预期 推动着美股有一个不错的升势 我现在看到包括了导致 或者是说飘碰500 其实都是一个历史新高的情况 我自己预计在今年之内 其实纳资也有机会向着一个历史新高进发 所以我觉得外围的市况 其实就会继续沿着一个较好的表现 但是当然这个升势就不会一帆风顺 每次去到一个比较 累计比较大的升幅的时候 短期有一个获利回讨 其实都是不奇怪的 好 我们看看这些乐观的情绪 能不能够传导去到港股 我们看看农年第一个交易日 港股的走势 那农年第一个交易日 港股是低开高收的 科治升幅超过2%的 港股就是未能够红盘高开的 低开167点 之后一度跌近300点的 南近中午辣大市由跌转升的 收市升132点 收报15879点 升幅0.8% 科治升70点 收报3197点 升幅2.2% 国治升1.5% 收报5386点 大市全日成交只有570亿 美团是升幅最大的南丑 升了超过5% 我们的赌业股是全线做好的 内地是继续优势的 北水暂停交易 先和Kenny King聊大市的走势 港股就是上天结束了三天的下跌 昨天早段其实也要跌300点 之后转升 昨天低位就一度失手10天和20天 美市都能够重上收市 不过成交非常少 略为多于500亿 大市的走势你又怎样判断呢? 第一季会在什么区间上落? 今年的低位你现在看到了吗? 其实是 看到港股在再对上星期出现反弹之后 其实已经连续调整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调整 其实有少少的因素 就是因为这么巧就是假期前 变相由于投资者在前段时间 有一个不错的反弹空间情况之下 都选择了获利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过去几天 始终缺乏北水 还有之前无论是港股或者内地A股 大家炒出一个比较大小的预期就是一些中特股概念 随着A股优势的情况之下 相关一些中特股概念股份 其实看到那个回落的幅度也相对比较明显 从而是拖低了指数的表现 我自己认为随着A股本身会在下个礼拜 也就是19个开市 对于港股所带来的支持 我觉得会是相对比较明显 因为本身港股已经是跌定了 或者是提早偷步回落了 如果下个礼拜A股出现回落的情况之下 港股跌幅未必太大 相反如果A股表现相对比较强劲的情况之下 有机会带动港股会再向上一个抬街 所以我对港股的看法就未至于特别悲观 同时从这一次的走势来看的话 暂时港股之前反弹幅度最高 就去到50天线出现回落 其实恒之已经多次去到50天线 就不肯再向上特股 这一次暂时港股的50天线 大概都是处于16,200点附近 我自己预计随着往后一个反弹 除了刚才所说大家关注16,000点 是否可以期稳之外 其实能否突破50天线 亦都是港股未来能否出现一个转 就是一个比较强一点的讯号 所以我觉得随着A股开始 再加上技术上面 其实都有改善的形态 其实港股我相信往后还是有机会 再长线一点来看 无论是说16,000点 或者是说15,000点港股 我始终觉得现阶段港股 从一个长线投资价值 始终的直博率是比较高 直博率的意思就是 向上望的空间 比向下走的风险相对比较大 所以是一些比较稳定投资者 长线部署 其实我觉得目前的点数位 慢慢做一个部署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 是的 昨天带动大市的其中一个工臣就是美团 昨天是先跌后升 上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都是跌的 不过下午就升 还有最后升超过5% 从上70元流上的 贡献行指有36点 消息面上 央视新闻昨天引数商务部一些消息 就说到新春假期 商务部重点监控的电商平台 这个住宿营业额 较去年同期就上升超过六成 其中个别一些就是乡村 比如说黑龙江、哈尔滨周边一些乡村的民宿 营业额就升了三倍以上 另外内地这个中国青年部 由美团那里获释 2月9至2月11日 他们平台上新年外卖二地订单 就是用户和常驻地不同 譬如我现在住在香港 但是我就去了黑龙江旅行 在外地订单 但是都是under我的名字 就用同一个户口 就说这一类的数据 就是按年上升29% 另外也有其他内媒就引述一些外送数据 就说几个热门的旅游城市 外卖订单就升幅很显著的 例如是海南三亚 那个订单就增长了76% 云南丽岗就升了1.4倍 有这些种种的数据 但是都是一些个别分布的数据 未有一个大数据看到的 但是暂时来说 那些数据都好像回暖了 你怎样看美团的股价前景呢 新春销情 刚才看到的那些 就是个别媒体引述的消息数据 都叫做理想呢 能不能够带动它股价再一步上升呢 是的 其实要分析美团的前景 要分开不同的层面 或者围度去看 首先在短期方面 正如刚才Randy所说的 我相信近段时间 内地新春季节 在一些出行和餐饮业 相对做得比较 暢旺的情况之下 其实对于美团 或者一众的零售股 或者是内需股 在那个基本面 或者是气氛方面 其实自不然是 带来一个利好作用在这里 至于一个比较充长期来看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回顾整体2023年 直至到今年2024年 内地整体零售的表现 其实以美团的业务来说 中国的商业部分 是它最为核心的收入 而这一部分又是分开两大部分 一个就是外卖 另一部分就是导店和旅游酒店 如果回顾2023年 其实美团是一个业绩 反弹得最为强劲的 其实就不是一个外卖 反而最大的是一个 旅游和导店一个消费 那个幅度最大